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前生后世 那所以呢 既然有前生后世 我们如何到后世 是不是也是今生的什么 结束 对不对 今生的结束 所以今生 我们这辈子终究是不是要临终啊 是会临终的 那临终的话呢 会有三种状况 一个叫做 随重 重业 什么样的重业呢 就是大善之人 或者大恶之人 是随重 也就是 有生之年 这里头大量的善 那我们说 那个临终之后的中阴期非常短 当下上升天道 如果是大恶之人 是不是就当下就很快速的 就下跺地狱道 那个是不需要去加减乘除 算半天的 但是由人到人 比较复杂 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也都很有善根 善业也不少 烦恼也不少 是不是 问题是烦恼也不少 那就表示 恶因缘也不少 所以就很麻烦的 就要算很久 要算多久啊 大概四十九天 有幸 还有幸 再去做人 那么 这个是 非重业 因为大善大恶之人 其实是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 大部分呢 都是既恶又善 既善又恶 好 那就会是这两种状况 如果没有学佛 会随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对他来讲 影响很大 那我们说到临终之前的 如果是随念呢 善念 恶念的机会哪一个大 恶念大 几乎大部分都起恶念 为什么 大家都舍不得死啊 都有自我爱 而且还有后友爱 对自我 对自我呢 是非常强烈的 没有人很欢喜的说 就算是飞机失事了 是车祸了 也没有人很欢喜的说 正好这样子结束了 我的生命 没有 大概都在恐惧 害怕 贪恋当中 会觉得我还那么多 事情没做 我还有亲属在 我还有财产在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一念是不是 容易起恶啊 那没有学佛的话 的念头平常呢 善念多还恶念多 恶念多 为什么 因为不容易智相应 因为没听经文法 如何智相应啊 非常困难 当然有的人心胸度量很大 愿意利益社会了 那个也是善念 对不对 利他嘛 也是智相应 只不过他的智还属于世间智 佛法的智相应 还可以出世智 层次不一样 当然是属于利他就是善 也不是说没学佛的人都不可能起善念 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只不过恶会多 为什么 因为都以自我为主嘛 对不对 自我为主的时候 恶念也会比较多 那我们来说的话 如果 这个是一般人啊 这两者都有 而我们就看 要选择这个还是这个 习是什么呢 要养成善的习惯性 念头上要习惯起善念 不断的要起善念 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 这就是修行的功夫 正念相应 正见相应 也就是智相应嘛 对不对 比较不以自我为主 愿意以大众为主 以家庭为主 以团体为主 对不对 乃至为社会 为国家 的那个 心胸度量大的话 这个是不是都比较 智相应的啊 那养成了善的习惯 最后的这个念头 是不是就容易起善啊 乃至于 我们在妄想纷飞的时候呢 也要能够抓住一个善念 一北传到中国 就是用什么 念佛 念菩萨的名号 因为能够念佛 念菩萨名号 也是在善念当中 要不然我们 几乎是不是都妄想纷飞啊 妄想纷飞 恶念多 杂草很多 怎么办呢 多种花多 花给它种多一点 草自然少 我们的善心 妄想当中 恶念太多 我们就是要用善念 去取代它 这样理解吗 要能够取代 所以就会养成什么 善的习惯 所以我们课本上也有这个 导师也讲了一个例子 说佛陀时代 也有一位大名长者 请问佛陀说 我平时也念佛 也不失正念 但是呢 万一我在十字街头 人又多 象马又多 连念佛的那个正念也忘记 如果我那个时候不信 就这样子死亡 不知道会不会堕落 佛陀就告诉他不会的 因为你平常念佛 已经养成象佛的习性 即使失去正念而死 还是会怎样 上升 就不会往下跺的意思 所谓的上升 就是一定会去什么 善道 或者到天道 或者到人道 因为业力强大 善的业力强大 是因为习性 里头已经养成了很多的什么 善念 平常一直储蓄 一直储蓄 这是有储蓄的习惯 虽然我们也会有恶念 有恶念 但是我们就说 那个恶念的比例 会不会降低啊 会比较降低 所以这里说 因为业力强大呢 就不一定与心相应 虽然那个时候 暂时失掉了正念 但是那个业力 善的业力强大 就如同大树 倾向东南而长大的话 一旦把它锯掉 锯断的时候 它自不自然会 倒向东南啊 它不会倒向西北吧 那个就是习惯性 会往善出去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是不是就要 善用什么 随习 随念很危险 因为善念不容易起 恶念容易起 随念比较不保险 随习是不是就比较保险 那我们真的 比较非大善大恶之人 当然或许也有 但是大善大恶之人 往往是少数的人 比较少数的人 普遍的大众 几乎 就说 就说我们几乎不是 重业的人 那么应该要怎样 随习 要能够随习 所以呢 第一句话是 就说 随夜报什么 善恶 五去常流转 随夜 随着因缘 是不是会形成果报 有生之年 会有福报的现前 会有业障的现前 等到临终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 清算一下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善 多少的恶 就会先由隐夜 到五去当中去 六到五去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三界 六到五去 九地 是不是都在讲 世间的范围 五去常流转 这个就是在讲 隐夜 这样看懂吧 好 所以随重或随习 或负随意念 是不是就在讲 这三件事情 就在讲这三件事情 由夜往后有 心进火相传 由夜 往后有 平常我们就在 照做业力 希望善业多 恶业少 有生之年 八世俱足 哪一天 七八两世脱离 就死亡 不过在脱离之前 如果是重病 会弥留一段 第七八两世 也很 第七一世非常负责任 虽然上面好像 没什么反应 他也在努力 努力 努力到实在 送不上去 他才 他才离开 那意外呢 比较快 就离开了 总说 这个后来的 下一辈子 是不是都随业力而转 所以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由夜往后有 由夜 这下头叫做夜 下头 因为 这个是阴 跟什么 圆 万般带不去 唯有什么 夜随身 夜呢 它会 有一段 中阴棋 就是在 在做大的结算 到底要往哪里去 先饮业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再满业 所以 由夜往后有 由夜往后有 好 这个部分 要处理掉 一个睡在那里 跟死在那里的人 是不是差很多啊 死在那里 我们会害怕的 睡在那里一点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睡在那里 他七八两世还在 还在呼吸 还在心跳 还有体温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象啊 还有生命的现象嘛 皮肤有弹性 就因为七八两世还在哦 虽然我们只看到六根 那死在那里 这个就很恐怖了 没有任何生命现象 所以都得要怎样 要处理了 不宜久留 对不对 不管再怎么爱 所以还是不宜久留 所以很现实 所以我们说 命在呼吸之间 就看有没有在呼吸而已 是这里在持续着我们的呼吸 不是第六意识决定 要不要呼吸 记得不记得呼吸 是自动一直在呼吸 平常会不觉得呼吸的重要 但是即将临终呼吸就很重要了 就看那个呼吸 对不对 所以它由夜往后有心静火相传 这个就很像木头 因为有因缘业力 所以好像有火一样 烧烧烧烧烧烧烧到 烧到木头的火 也烧完了也都焦了 之后呢 那个火还会倒到另外一个木头上头 它的那个生命力还会延续 那去逝去投胎之后 是不是就明色 然后溜入 就长出下一辈子的什么 根深 投生的气界 这个就是下一辈子 这个叫做心静火相传 是不是要继续再传下去 这样懂吗 所以是因缘业力在连结 我们画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就很像 简单一点画了 这是我们的这一辈子 上头的六根 这是上面六根 下面是不是七八 死亡的时候也是七八 再生下头还是七八 所以因缘会流转 无形无相的反而会流转 有形有相能不能流转啊 没有办法 像 我们的正报 生老病死 离不了生老病死 我们的一报 离不了成住坏空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是在追 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最后结果都是没了 但是过程是不是因缘业力 是这个东西才重要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说 就等于要能够纠正 我们不是只有追上头的了 下头的其实才是关键啊 是不是下头才关键啊 而我们方向有点错误 当然上面不能不去处理 因为有现实的生活 有我们所结的缘 亲属的缘 对不对 我们所创设的公司 或者企业 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处理的 要能够妥善地处理 但是 不要只有全部都在追 上头的 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 理解下面的这个流转啊 生命的流转 因为终究是这个在交成绩丹 是不是下面在交成绩丹 叫做心进 每一次都会心进 然后火相传 心进火相传 心在上头啊 好像这个火在烧 那个木头一样嘛 是火在传 火没洗啊 那个 我们在起火的时候 是不是放进木头 它快洗了 又再加木头 它火又忘起来了 再加木头 它火又忘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叫做 心进火相传 构成了我们的什么 前后生 这样能理解吗 心进火相传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不一定在看导师的解释了 那就请各位能够看 我们还是以导师的寄送为主 好吗 好 接下来第四个 证件有什么 凡夫 有圣者 有圣人 第四个 是不是第四个证件啊 那因为前面讲到 心进火相传 有前后生嘛 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辈子 我们这辈子从哪里来 从上辈子来 我们这辈子死完后往哪里去 往下辈子去 所以构成了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好 那所谓的修行不是只有解决一辈子生活的问题 而是解决我们生命流转 是生命品质的提升才重要啊 对不对 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也很希望生活品质能提升啊 但是这种提升还是有限有量啊 对不对 也有生之年才用得到 到我们临终 乃至于我们还想要延续下去的 如何延续 其实就是从什么 从因缘里头延续 并且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呢 那么把它竖起来看 所以我一直讲说 本来这个图是横着画出来的 之后呢 在修行的果位才发现说它是竖着的 那横着竖着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想象啊 竖起来看 我们如果是凡夫在下头 往上呢 第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要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圣者 何谓圣者呢 就是三圣里头的什么 声文元觉跟菩萨 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上去啊 如果只是人跟什么 跟天 上不去哦 如果我们只是想当 当一个凡夫 当人 或者只想要升天 其实是上不去 对不对 如果只是当一般人 或者只想上天 升天的话 到这边就没有了 此路不通了 上不去了 所以必须要走这个路线啊 声文 菩萨 圆觉 是不是才上得去 才有机会上去 也才有机会怎样成佛 好 所以这里就讲到嘛 生死长相续 圣者得解脱 凡圣福托亦 深信或误疑或 在这种相续当中 那么圣者 第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 其实有三个大的阶段 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个大阶段 从维世学里面就很清楚 这不是诸佛菩萨规定 一定要这么久 而是我们转世成治的困难 第一大欧生期节 是不是在解决第六意识 分别我执法执 然后解决第七意识的什么 杂染 要转为平等性质 为什么会杂染 因为不平等 自私就会不平等 第三大欧生期节 解决的是不是就是 要把这些都出清存货 然后才能尽许空界 所以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 第六意识的什么 慧眼 打造慧眼 看得到因缘法所呈现出来的平等象 因为我们过程当中一直讲 因缘它是平等性 有没有 是不是信空啊 其实就是波瑞 透过波瑞 透过波瑞 信空而放下 透过放下 是不是才能上去 不断地往上提升 往上提升到 圣者的境界 它是一种解脱 涅槃后 先正涅槃而后 怎样解脱 四果解脱 这是初果 初果的圣者 二果 三果 四果得解脱 得解脱 它能够解脱之前的 关键就是涅槃 在这个以下都受到束缚 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 凡夫就是受到 世间的束缚 在这里终于有机会 释出 所以我们说 要能够释出的 关键是不是就是智慧啊 其实就是波瑞智慧 让我们向上向上 好 所以呢 这个 圣者得解脱 所谓的圣者 因为正得涅槃 而后有机会解脱 所谓的圣者 从这个地方 一直上去都是圣者 都是圣者 佛陀是不是也是圣者 大圣者 菩萨 身闻 圆觉 初地菩萨 以上 圣者 对不对 初果 以上 是不是也是圣者 所以圣者得解脱 凡圣 福 托 何谓 何谓反复呢 就是受到束缚 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 我们是不是都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啊 时间每天一直过一直过 所以说 世日已过 命亦水减 有没有 如少水云 私有何乐啊 对不对 过一天 少一天 所以我们有个菩萨 都说 我坐一天 转一天 坐一天 转一天 老菩萨已经都八十多岁 快九十岁 那种深 那种什么 无常 苦魄更深 但是我跟他讲 不是只有老菩萨 坐一天 转一天 我们比他年轻一些 是不是也一样啊 没有人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都是坐一天 转一天啊 因为我们过一天 会少一天 过一天 少一天 受到时间的束缚嘛 我们是不是也受到空间的束缚啊 我们分身 分身伐束 在这个空间 就是在这个空间 没办法同时在其他的空间 分身伐束 对不对 所以呢 凡夫就是受到了束缚 而圣者就是有机会解脱 有机会解脱 虽然我们还没到 正德涅槃的状态 但是我们必须要怎样 深信物以火 虽然我们还没达到 但是我们要确信 所以 在这个智慧的过程当中 以为是学 就讲暖顶忍事第一 有没有 暖胃 顶胃 到忍胃 到事第一 然后就 在世间的最上面之后 是不是就跳出世间了 那首先就是要有暖胃 法喜 刚才也讲 智香印还不一定有喜剧 有的人还舍剧 就是还未打暖胃 如果是喜剧 就是到暖胃 又能够智香印 钻木取火 那个火生出来之前 先有暖 是不是先有暖 先有温度 才会起火 是暖胃 然后呢 能够向上提升 忍味 确认 确信无疑 菩萨善用忍味 生闻 透过正果 出果 二果 三果 一直到什么 四果 他是正的 去验证 但是菩萨是用忍味 叫做确信 确信无疑 所以这里就讲到 要深信物疑或 确信平等性 缘起信空的空性 是不是在讲平等性 虽然我们还没办法 验证到 但是我们从理解 还要去推论 不仅推论 我还要确信 确信 因缘是什么 充满平等性 透过因缘才能上去 我们如果透过现象 很容易去执着 起执着会容易往下掉 因为这个过程是平等性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才有平等相的现前 我们受到束缚 是因为不平等 我们是不是经常 愤愤不平 会觉得现象 哪有差那么多 病病十八回 哪有差那么多 是不是在现象上的 差别 而其实在因缘上是平等的 因缘的空性 就是在讲平等性 而且因缘的空性 其实也是第六意识 一直在叫第七意识 因为第七意识 一直愤愤不平 第七意识 从来没平过 才会扎染 我们是带着扎染来出生 我们如果没有第七意识的不平 我们是不会来出生的 平了就可以 不来出生 清静了就可以 不要再经过父亲母学了 所以在第二道奥生 期节以上 可以分身 只要有第七意识 都得要借着父亲母学来投胎 都是叫做分断生死生 就因为不平 所以我们现在听经文法 是不是要靠第六意识的学习 第六意识的学习 一直也在教我们第七意识 说放下放下放下 这一切是平等平等平等 确信无疑 是不是才有机会 慢慢慢慢 确实真理的现象 就是平等相 我们凡夫起颠倒 叫做不平等相 看懂吗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献出来的相 是不平等的 是颠倒相 不是实际的现象 我们各献各的相 各唱各的调 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头 佛陀是不是讲 佛以一音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皆 同样我们六天听下来的心得 是不是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收获是不是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因缘 所以接收的方式 体会到的也不一样 如果是真理的现象 就不应该如此 所以我们说我们各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颠倒相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从颠倒相 而慢慢转成什么 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 就是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 是五十节以来就有的 不是因为佛陀出现 才有真理像 才有真理的现象 是不是真理现象 本然就存在的 佛陀只不过就是 透过三大欧生奇节的修行之后 完全地验证 原证了 禁虚空界的真理现象 回头来教我们 是依据真理法则 不断地上来 所以圣者是第一次 去验证了真理的现象 所以它的量还很少 它的平等像的出现的量很少 但是在出现的当下 不是语言文字能说的 过程我们现在一直用语言文字 是帮助我们 是一种方便善巧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精准而正确 不至于偏离 偏离的话 是不是差之好离 会失之千离 是没办法成佛的 所以当平等像的现前 就是圣者的境界 我们要深信勿疑惑 我们一旦疑的话 是不是就很容易偏离 所以疑 但是真正的 就是说疑要真正的 彻底地解决到圣者不在意 因为已经验证了 所以常举例说 我们凡夫就像在乌云密布之下 终日见不到阳光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 在乌云之上有太阳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怀疑啊 没有知识又没看电视 又没逛夜市 都不知道说 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但是这个时候 圣者是怎样 波云见日 终于有机会波云见日 会不会再怀疑 不再怀疑 有能力波云见日的当下 那么称为圣者的境界 因为我们在乌云之下呢 样样受到束缚 所以这个乌云不是外在的乌云 我们的乌云来自哪里 内心 而且来自哪里 第七意识的杂染 其实就是第七意识的杂染 阻挡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 所以我们就得要怎样 透过第六意识 听经文法 熏习法界等流种进来 我们现在听经文法 是不是一直在讲 真理的法则 真理的现象 还没有验证之前 它不过只是等流 像影像影子 我们没有见过那个人 我们从影子 是不是也可以去推断 那个人的高矮胖瘦啊 这样理解吗 我们还没见到那个人 但是我们已经先看到 那个人的影像 他是不是雷同 但是确实还没看到 但是我们要确信啊 我们现在等于是 在熏习法界等流种 法界等流种 也是大量的清净种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没有 没有在喝咖啡 谈是非嘛 对不对 都是在 在学习揣摩想象 佛陀教我们真理法则是什么 法界的等流是什么 这些清净的种子 所以以为师来讲 就是要熏习法界等流种进来 来改善我们第七八两世的杂染 所以呢 虽然还没有验证到 但是我们要深信物一祸 才有机会超凡入圣 才有机会超凡入圣 那以凡夫来说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 分别的来 前面是总成四件里头有别序 对不对 一样一样的 这个四个证件 对不对 分别的来叙述 我们接下来要怎样 要别说武趣 分别的来 来让我们理解何谓武趣 那有一个总标 有没有 流转武趣中身心多苦魄 只要在世间法里头的流转 身心都是怎样 是苦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世间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离散而灭 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现象 我们是不是也都是属于世间的现象之一啊 连人都是哦 我们也是因缘和合而生 是不是要面对因缘离散而灭啊 所以受到时间的苦魄 也是一种苦魄 也受到空间的苦魄 对不对 没办法分身 分身法术 并且我们说 世间里头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啊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想要超越世间嘛 如果世间就非常好 我们就不想要超越 不想脱离啊 就因为世间多苦魄 我们是不是才想要超越出去 好 那首先呢 来理解 何谓世间的这五趣呢 就是什么 地狱到旁生就是畜生 我们的这个科判有没有 有地狱到的众生 有旁生的众生 有恶鬼的众生 还有什么 人 人去跟天去 有没有 是不是五趣啊 那这五趣呢 在我们最后一页的 使法界的表也有啊 五趣 从下面看上来 是不是就是地狱 恶鬼 畜生道 是三恶道 恶修罗道 省略了人道 再上去就是什么 天道 天道很复杂的 很多种 对不对 天道有一部分是 欲界天 有一部分是色界天 有一部分是什么 无色界天 那 欲界 欲界是五趣杂菊地 五趣杂菊地 有没有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狱道 地狱道 所以这里的 第十五页的科判表 其实 所解释的 这个也都是从 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来的了 大地狱 极热 有没有 禁边 片游历 八寒极 孤独 世中 苦中 极啊 所谓的地狱呢 就是苦处 就是苦处 最基本的呢 是八大地狱 八热地狱 也就是所谓的八热地狱 其实有四类啊 有四类 第一类呢 叫做八热地狱 第二类 叫做禁边地狱 第三类呢 八寒地狱 第四类叫做孤独地狱 合起来有四类 有十八种 有十八个 有十八种地狱 那十八地狱 所以我们常讲 十八地狱 有没有 那怎么算的呢 就是八热地狱 加八寒地狱 是不是就十六地狱了 再加上禁边地狱 加上孤独地狱 各一个 所以叫做什么 十八地狱 这样会不会算 是不是四类啊 那这个八热地狱呢 那么 推论了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 娑婆世界 比较近的这个部分 当然其他世界一样有 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 尤其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地球来说的话 为什么会这么热 往往呢 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地球中心 里头是不是都火浆啊 都是热的 会喷出 我们说火山爆发 是不是都是从地心里头 往上喷发出来的 所以 有人就怀疑 那在这种火热的地方 真的会有生命的存在 还是有的 有的专门生活在水里 有的生活在土里 所以还是有些 那些众生就生活在火里 那它的特点呢 就是都受着猛火的焚烧 而且呢 还有为了这些烈火 所烧热的一些铜铁 所以我们讲到八热地狱里头 就会有很多什么 这个铁 铁山铁 刀铁 种种的金属 属于铁类 属于铜铁 那这些铜铁经过烧灼以后 那个也变成浆 那所以呢 这个是大地狱的特质 一个呢 受猛火的焚烧 而且也是会受到这些铜铁的破坏 第二个呢 它的身体很大 寿命很长 一旦因为业力而掉进大地狱的话 它的寿命非常的长 用节来算 一节有1680万年 那么长 而且呢 它的身体是非常的庞大 一人在也充满 多人在 一个生命 它不叫人了 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 它的那个身体 不像我们人是有限有量的 它是可以膨胀的 它可以膨胀到整个大地狱那么大 不管多少的众生 它可以重叠在里面的 它不像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它不是哦 它是无形 所以它那个中阴身为什么那么短 它不需要再去 等于是它当下落落 它是化身的方式 我们是胎生的 对不对 那其他畜生 当然有软身 有失身 是不是还有一种叫化身 鬼神界都属于化身 就是它的色身 就是它的色身不是固定的 所以它会充满 并且它所受的苦暴是无间的 这个无间就是没有丝毫的间断 而且会充满在整个空间当中 这是最大恶极的受暴处 叫做八热地狱 还有呢 相对的就是八寒地狱 八寒地狱我们就可以想象 在我们地球的边缘 南北极 天寒地洞 中年如此 八寒地狱 那这个八热地狱的边缘 还有叫做进边地狱 进边地狱 八热地狱的每一个地狱 都有四个门 每四个门都有小的四种地狱 所以呢 就说这个八热地狱 八热地狱 八热地狱 这是八热地狱 每一个门里头都还有四个门 这里头有四个门 的里头还有四个小地狱 四个小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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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有多少个 八个再乘以四 再乘以四 一百二十八个 一百二十八个 进边地狱 这个叫做进边地狱 指的是这个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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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一百二十八个 但是在四类的地狱里头 它只是 十八地狱 它只是叫做一种地狱 叫做进边地狱 八热地狱 是这八个 还有进边地狱 还有进边地狱 进边地狱 在十八地狱 只算一个 但是如果细的算 它有一百二十八个 因为八乘以四 四个 因为它每一个 每一个热地狱 都有四个门 每一个门 都有四个小地狱 它都要这样子去游历过来的 那在进边地狱 里头的这个 每一个门里面的四个小地狱 它都有四个状况 就是堂威 火热的灰坑 尸粪 都是粪 尸体跟粪 粪 所成的 还有封到地狱 无极和地狱 总说 是苦的不得了 而且是没得休息的 对不对 都是无间的 我们在人 人道 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何谓娑婆 是一种堪忍的世界 不是无间的 是可以间断的 放下万元 就稍微间断一下 对不对 我们为一个家庭事业在那边打拼打拼打拼 那是不是还是在为果报生在努力而已啊 那如果说 不要说只有在上面 因为这个中就会怎样 万般带不去嘛 当我们一口气不来 是不是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水深 所以我们应该要抽离一下 我们只要愿意去处理 放下万元 是不是可以有一小段的休息啊 充电 各位来到这里 是不是之前也要把家庭事业稍微处理一下 那放下万元而来到这里 这个叫有间的哦 不是无间 表示还是有时间的 只是自己要不要而已 我们如果不想要 万般理由说我们没时间 只要我们想要 克服万难都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地狱道就不是哦 它是根本让你没有什么 没有机会 那种受苦难的那个时间 是非常的密集 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 叫做无间地狱 没停息的 那八寒地狱之外 八寒地狱跟八热地狱正好相反的 温度 对不对 好 那第四类的就是什么 孤独地狱 它属于人间地狱 或在深山 或在海岛 或在旷野 或在森林当中 都是 都有可能 所以就如同 老师也举个例子说 比方说台湾的某一处 有一个父亲特别虐待他的女儿 关在那种密室里头 食不能饱衣不能遮寒 整整十五年 那他发育不良 因为晒不到太阳也吃不饱 所以呢 他可能已经二三十岁了 结果还是像小孩子一样 面无血色 皮肤浮肿 简直不像人一样 所以他是不是就等于活在那吗 孤独地狱当中 孤独地狱 那总说 这是四类十八个地狱 是最极痛苦的地方 三二道里头 这个是不是最严重的 那再过来呢 旁生 就是畜生 畜生种种意吞淡驱食苦 畜生 那那个 友情 众生当中的畜生 比人是不是更多啊 更多样化 有五族的 有两族的 有四族 还有多族的 对不对 那么又有两七的 可以飞空的 可以着陆 可以入水的 太多了 那但是呢 旁生 畜生 畜生他本身的夜报是什么呢 他只能去长寿夜报 地狱道的 三二道的众生都是长寿夜报 他本身没有办法再去照做夜报 所以呢 在畜生道里头 肉弱强食 那个不是他起恶念 要把对方给吃掉或杀掉 而是他业力所致 他不把对方给致死 他是不是生命就存活不下去啊 所以他所受的夜报叫做什么 吞淡之苦 自己要去吃别人 自己又被别的 不是别人啊 别的动物 别的畜生 是不是畜生畜生之间 都有他的食物链啊 他去拉车 所以畜生他自己本身是 也是被怎样 被束缚的 被整个生物链 是不是也是束缚的啊 被人是驱使的 所以他的夜报是吞淡驱使之苦啊 这是畜生道的特色 特质啊 好 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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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